2月3日,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根据中国外交部、中国民航局的部署安排,派出一架波音737-800型飞机从广州飞往越南胡志明市,接回滞留在当地的湖北级旅客后直飞武汉。 据了解,东航精心选派了最强飞行力量执行本次暴击任务。广州出发前,东航严格按照防控预案,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消毒,并专门安排两名中山大学孙艺先纪念医院的医护人员随机。 接到这个任务之后,我们飞行部进行了充分的讨论,充分讨论之后,决定选派了业务能力强,素质过硬的一个作风过程。 的一个机组成员搭配去执行本次航班。航前我们对各种可能的预案进行了一个分析和准备,包括一些个人防护,航线安全准备,包括一些突发情况的一些应对措施,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协调和准备。 当天,这家包机于北京时间11点05分,从广州白云机场起飞,北京时间12点25分,落地胡志明市新山衣机场。 接上131位居留越南的湖北旅客后,于北京时间15点10分起飞,飞机18点23分,顺利抵达武汉天河机场。 据介绍,当天自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,旅客们深深感受到祖国强大的臂弯。 欢迎回家,武汉加油的声音在客舱里回荡。 在胡志明市飞往武汉的航程中,东航工作人员和专业医护人员一起,全程重点关注旅客的健康状况。 旅客普遍,情绪平稳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